我的快递到了 知道是什么快递吗 是我的新手上路的车贴 买这个快递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凑双十一的热闹 是在双十一之前买的 但是呢 在路上走了三四天四五天才到 终于到我们小区的快递点了 我现在去拿快递贴在我的车子的后面 新手上路女司机 请大家多多海涵 这是这个 现在就把它撕开装一下 这么小吗 金光闪闪的实习 我还以为很大了 你以为是这么大一块是吗 可以了 很远都看得到了 然后这个是 我送了一个那个 就是临时停车牌 这个也用得上 新手女司机请多多关照 樱桃小丸子 怎么样 走 咱们去贴去 两个贴哪里呢 这个贴这里好了 往下贴 这个只能贴这里 刚刚好 又说这个只能贴铁 贴到这边 不要贴到玻璃上 哦 还蛮厚实的 只能贴在漆上面 是吧 只能贴在铁上面 它只贴铁 不贴玻璃 哦 它是磁吸的吗 它磁吸 锡不上吗 别的也不对啊 没得吸进的 是吧 你看 你用手摸一下 不是撕开的 那是起到怪了 那怎么办 是铁 好像是吸铁上的 哦 这边是铁 但是这里是塑料 那怎么办 这里是塑料 贴不上 这里是铁的 你看 这可以吸上 我发现是 咱们的后盖不是铁吗 后面是塑料 后面是塑料 贴不上 那我们能不能想办法 用那个贴 用胶布把它贴上 可以 这样就行了 贴这吗 但是人家从车后面看 不是看得清楚 这风一吹不就吹跑了 那不会 如果有实席 是不是就少那个一点 那实席我们就贴这 还是贴这 贴这下面 贴这里 下面人家看得见 上面是个鞋坡 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 就是这个有点遗憾 车贴贴好了 我要开车 走 他就跟我上车 我带你去玩 你开车 你要带我去哪里 开车带你去 幼儿 你下去哪里 说 你不会又要上 去上次那个公园吧 怎么那么聪明 就是要去那个公园 因为我第一天从那里撞了车的 我要再挑战一下自己 你不要又装车了啊 真的是 那嘴巴真是不就会讲话 飞西比了好不好 车帖也有了 大家会避让我的路上 我带你去符合公园 好不好 你这个感冒 这两天天天躺在床上 好不容易好了一点 我带你去晒晒太阳 好吧 怎么样 这两天没有上传影片 因为我感冒了 这是病怠如山倒 一下子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我是轻易不感冒的 可能是因为减肥吧 所以这次才感冒了 今天稍微好一点了 吉波带我去晒太阳 刚好今天那个贴车也拿到了 也贴在车上 他感觉开车更有信心了 看看吉波现在开车怎么样 现在是一个转弯 红绿灯路口 哎呦 看完你又刷呀 我在床上躺这两天 你是不是又出去偷偷的练车了 肯定的 我每天都出去了好吧 前天我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子 带着唐妹去捡了一个毛 你没看到唐妹都变漂亮了 对 唐妹是捡了个毛啊 他们的砸毛给他捡了 他这个毛实在是太难看了 捡了之后呢 给他穿了个衣服 一会儿到公园去 大家就看得见了 对 唐妹 那你还蛮厉害的呀 对啊 而且我昨天一个人 开车去了一趟江汉路 然后呢 又去了一趟游望 就一个人赶上路了 这就是我这两天的成果 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这是当时吉普开车的 第一次那个路啊 原始路段 说实话我第一次那天 开这个路的时候 还有点怕 你左拐干啥 有 坐在了左转车的 哇 现在吉普开的好溜爽呀 哈哈 那你现在还慌不慌 不慌啊 一点都不慌 不慌啊 前面又是土路 吉普又要开到那个土路上面 一定要慢 然后不要慌 不要手忙脚乱 你愿慢一点 也不要抢 也不要 着急 反正有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踩刹刹车 脚要灵活 刹车 往后 先速带慢点 又到这里了 又到这里 撞车的位置了 请问石头还在不在意 来到了吉普上次转弯的这个位置 就是撞了 嗯 还好 这次成功的上来了 这次没撞到 吓死我了 好惊吓呀 我们又到了这个公园 他妹 看 毛都剪短了 穿了个黑衣服 他妹来 他妹 他妹 老是喜欢去闻那个树根上 别人别狗 别的狗尿的尿 还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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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大应他 不知道为啥 公园里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露营 还有在这做饭的 吉普 突然我也想做饭了 突然你也想做饭了 材料帐篷倒是在我们车上 但是过完瓢盆呢 食物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我现在去拿吧 现在去拿 你现在去拿就晚了 好吧 我既然带你来这 我都是有目的的 我早就准备好了 过完瓢盆全都准备好了 我们随时能开工 你这么棒嘛 对 现在就是选个地址就好了 那好吧 随便找个地方吧 这专门就是可以野餐的公园 对啊 我觉得到这里来心情就大好 你身体好起来吧 好一点了 好 知道我给你准备的啥吗 啥 给你补充营养 然后呢又为了你减肥 给你准备了清蒸鲁鱼 那是我最爱吃的 你都准备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蔬菜 两个菜 怎么样 旁边交了个小伙伴啊 是一个小科技 这个他跟那个科技疯 但是这个科技身体比较强壮 旁边玩不赢这个科技 科技跑得也比他快 科技应该是个壮年 他俩都喜欢疯 我都照晕了 追不上科技 他还是追得上科技 他就是 完了 他们被干翻在地了 我先把东西给搬去啊 好 那我去接水啊 我来接水 我把水桶搬过来了 腰又开始疼了啊 现在吓得我不敢动了 我在这把桌子椅子搭起来了 妻婆不让我动 让我坐在这里 她搬 现在应该就是 还有一个煤气罐 没有搬过来了 因为他有一个推车嘛 阳光好不好 还可以 今天阳光挺不错的 晒的人身上懒洋洋啊 对啊 但有搓车多情况 看来漏不漏气啊 不漏气 我们干脆把水放在桌子上吧 这样位置高好接水 OK 就放这里 你看你在这洗锅多方便 洗手也方便 因为它有落差嘛 对吧 好了可以开始了 帐篷搭起来 好了帐篷也搭好了 一会儿在里面躺一下 我这个腰受不了 要躺一下 现在我们把调料拿出来 老婆要先把米煮上吧 对 因为煮米时间比较久 我先煮米吧 盐 鸡精 你这装盐的是在拼多多上买的吗 对 然后这一罐子里面都是用的调料 好 好这里里面是一点姜 还有大蒜 还有辣椒 你只带了这么一点点米吗 足够了好吧 这都吃不完 我想起来了 我又不能吃 看今天蔬菜在这里 如果是我要吃的话 这绝对是不够的 这是今天的蔬菜 又跑那里去了 他们 他们 那里 来把它拴起来 然后它又跑 神经呢 神经在我荷宝里面 它到处跑啊 别人科技都是跟着主人身边 你为什么喜欢到处跑呢 虽然是在公园里面也没有人 你跑着也自由 但是你太不听话了 喜欢到处下跑 就是你一抬头 它就不见到的那样 刷起来 刷起来 刷哪呢 刷到拖车上吧 刷拖车上 上次刷到电销热上 有人居然说会把唐妹垫死 我就纳闷了 我们经常把电销热帮上帮下的 怎么没把我们垫到啊 好 拖车就这样化了 有一次刷到电销热帮上 有人说不会把唐妹烧死吧 玩笑 你说真真的是 太夸张了啊 那有些朋友 那我们今天把唐妹拴在拖车上 看还有人说啥呢 看能不能把拖车拖走 这个放这还真是好 是吧 有落差啊 人又不累 这稀米多方便呢 水我就倒在这个档子里面 不用 就直接浇花吧 浇哪啊 直接浇 这稀米水可是很有营养的 直接到这儿吗 直接浇在草丛上面 对它们可有营养了 看它们一拴起来安分多了 它就是这样 你放开它 它就是个野狗 你一拴起来 它就是个家狗 不知道为什么 需要把这个扭一下 没有那个 没有气流是吧 还是放到地上吧 你看下还有多少店 百分之六十一 还能再煮一锅 估计这个充电宝只能煮两锅 这个地方开始 OK 先把手洗一下 不用 我们现在是两个菜 一个是蒸鲁鱼是吧 对 这里呢就是蒸鲁鱼用来切丝的吧 对 蒸鲁鱼还是你蒸的好 我现在帮你切成丝 好吗 要切得特别细特别细啊 没问题 你看老婆这个刀怎么变炖了 这是你蒸鲁鱼的丝 我先给你这罐子里面什么都有啊 这是你蒸鲁鱼的姜吧 对 我先给你切点姜片放这儿啊 好 你看几片呢 差不多了吧 可以了 你放这儿 一会儿你的蒸鲁鱼 我来切点姜丝 切特别特别细啊 然后再留一点炒菜就OK了 老姜的纤维比较大 不容易切细丝 这是你蒸鲁鱼的材料 剩下的我来切着炒菜啊 辣椒一会儿撇就行了 打算的话刀怎么拍啊这 不能拍就切片 鸡婆准备的真是到位 连辣椒丝都准备好了 这都是蒸鱼用的 我觉得鸡婆的蒸鲁鱼比我做的要好 哎呀 水分到我的眼睛里去了 还好 还好这是菜椒啊 你那切的不够细 辣椒它有这厚啊怎么办 你需要把它片成薄薄的一片再切丝 按着鸡婆的要求 切成这样了 还要再一刀一刀的再改 这好难改啊 鸡婆你真是有点折磨人了 你要是个女总裁的话 你会不会很折磨你的下属 我不会 因为我当不上总裁 活着智商 这好费功啊这 而且葱姿 你有必要弄这么精细吗 哎呀我刚才一那是用大葱卷着小葱的 但是我不小心把大葱已经切了 所以葱姿就不好切了 只能这样切葱丝啊 只能这样切葱丝啊 你的要求又比较细 那我就划吧 不过你这样一切就已经打卷了 最好 要的就是这种卷 真鲁鱼的配料都弄好了 鲁鱼呢给我看看 算了 你在家洗了的 我都洗的干干净净的 那麻烦 不用在这儿洗 洗鲁鱼它是个细致活 需要蛮多的水啊 真鲁鱼 好不好看 好了好了 花浅一点啊 不要花生了 花生在一块破相了是吧 对 每遍那个四刀可以带 可以 这样是不是好多了 可不可以趴着了 可以 好了 可以放到盘子上上了 现在开始买姜片 感觉这是七星镇的啊 小葱也给它铺上 这个鲁鱼架上 鲁鱼嘴巴都张开了 上锅 我来开火 直接就这样 蒸15分钟就好 我来切腊肉 疼吗 你只带了这么点腊肉吗 你以为它很少 实际很多切出来 这才几片腊肉 不过我吃的也少 吓死我 桌子还是轻了点 不稳当 我闻到了烟熏的味道 我闻到了烟熏的味道 嗯 好想吃一块啊 对 就那样切 是那样切 你吃一块吧 这这这我不敢吃 这这这这 这有肥肉 你也别吃 别吃别吃别吃 我不吃 别吃 我敢吃 煮熟了的嘛 怕啥 这估计就是我今天煮的菜了 鱼啊 鱼也是你的煮菜 切吧 撇的好麻烦 菜才撇的好吃些 就是撇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太厚了嘛 你是觉得是吧 把它劈一下不就行了 哎呀 真准备 你这真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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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还没打霜 估计菜才不太好吃 我看很多人买的菜 它大量上市的呢 三块五一斤 你干啥 钻链的 我跟你说 你都需要钻链 你走吧 陶俊哥 嗯 你有一根白头发了 拔掉拔掉 好白好白的头发 特别显眼 拔掉拔掉 拔掉吗 嗯 他们说拔一根 长两根 没事 给我拔掉 来给拔掉啊 嘿 啊 好长 哇 怎么这么白啊 银白色的 对啊 特别明显 你太操心了 它熬夜熬多了 怎么这么白啊 哇 鱼都真变形了 眼睛都凸出来了 哈哈 这个眼睛都凸出来了 证明是新鲜鱼 哎呀 真是 呦吼 鱼下巴掉了 哎 好把船子抽出来 下巴塞上去 哎呀 真是不错 摆上三丝 摆上葱丝 好粗的葱丝啊 嗯 大葱丝 葱丝 再摆上姜丝 到处都摆一点 切得比较做 哎 大葱丝 大葱丝 葱丝 一直要把油烧到冒烟 可以来关火 冒烟了 蛮好 现在淋上蒸鱼豉油 好香啊 嘿 现在淋上蒸鱼豉油 带来点生抽 倒是多淋一点 好了 清蒸鱼豉油 清蒸鱼豉油就做好了 快点炒下一个菜 回来吃 现在腊肉炒菜台 哎呀 一个汤液掉进去了 我看 怎么办 这汤液怎么 刚好掉到锅里面呢 这个油壶怎么沾嘴啊 水货油壶 放地上 这个是刚才蒸鱼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带那个钢丝球 所以洗不干净 哎呀 太大了 先把腊肉放进去 腌点油 好 红薑蒜 没用完的辣椒给它 揉进去 再来点干辣椒 给它蒸一下香 炒香之后下入菜台里 现在的调味 放点盐 这个盐要特别少放一点 因为这个腊肉特别咸 肝吗 老婆 什么 肝带的吗 肝没带 肝可以多放一点 但是今天我没带 来点生抽 鸡精就好来点 因为在外面嘛 所以就稍微简单一点 麻油炒菜 老婆可以吃饭了 米饭也蒸好了 哎呀还剩 怎么中间这个店这么紧 还剩47% 100%第一锅饭是60%多 这第二锅饭怎么还到47%呢 好 这点给你 这是我的是吧 对 我刚才运动了的 我要一大碗 你多吃 再给我戳一坨 好了 不戳了 把那一坨小坨给我 你就只吃呢 盖上 这是今天我们两个菜 清真鲁鱼 菜材炒腊肉 这个有点黑啊 因为锅它洗不干净 我没带钢丝球 但是味道很棒啊 好好吃 快点吃 这个 吃块腊肉了 刚才腊肉是连着的 但是之前用油炸了的 所以它中间的那个肥肉部分呢 就被油脂被炼出来 所以它就出现了破洞 尝一下鱼 吃吧 吃个鱼肚 可以 可以 你多吃一点鱼啊 腊肉我要包着米饭吃 好久没吃米饭了 拍照 拍照啊 搓一坨鱼翅 蘸点你这个酱油 应该是葱丝吧 沿着葱丝一起吃 我下次我就要带点酒来 带酒我就不能喝 你喝呀我可以开车 对吧我俩其中一个人喝 就比方说这一次你喝 下次我喝 鲁鱼 价格变低了 嗯 之前我这也是18块钱 今天是买15块钱 这一条19块钱 吃点肉都变小了 腊肉 三叔一直都在工地上忙 要不明天我们接过来吃饭吧 他来武汉这么久我们 都没在我们家吃饭呢 好 你晚上该打电话吧 鲁鱼是海鱼吗 鲁鱼是淡水鱼 淡水鱼 也有海鲁鱼 哦 为什么鲁鱼就只有这么大小 基本上买的时候差别不大 大也大不了多大一点 小也小了 它是肉吃鱼的 吃肉的 吃其他鱼的 看不出来嘞 嘴巴很大 嘴巴上微微的有牙齿 嗯 清蒸鲁鱼真好做 这个炒的真香 这个 今天虽然颜色是黑的点 但特别香 因为有辣肉啊 再说本身辣肉配菜才 就是一道好菜 我觉得在外面因为火比较大 也是有原因的 也是一个原因 二一个我今天给你准备的调料很多 这是你最爱的 是不是都不够吃 嗯 你说我这开车水平 能不能去跑滴滴 还不行 不行 我决定了 等我 车机再好一点了之后 每天早上我送完小子之后 我就跑滴滴去 赚点云花钱 跑滴滴 我们车就变成了商业车 这有报废期限了 哇我们吃的好干净啊 鱼头给唐妹了 这个鱼头没有浇到佐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